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开始给大家讲一下16章 Linux的图形显示和Xwindow 还是小赵一块 因为小方因为太笨 被我已经打死了 开玩笑 大家看第16章 Linux系统的图形显示和Xwindow 这部分内容就是我们 在Windows下主要接触的这种界面 大家看一下 Windows下主要就是一个图形界面 在Linux里面跟Windows里面它是不一样的 用起来是不一样的 你把这些感觉好像差不多 实际上Windows的话是开图形 就是图形用户接口的这种先河 它这种东西的话 它直接颠覆了大家的这种使用的习惯 那么现在我们Linux里面 可以说是秉承了Unix下的那种文本操作的 这种命令行操作的这种使用习惯 但是图形方式它因为毕竟是贴近 大家的这种常规的思考模式多一些 所以的话我们必须的也在Linux 提供这个模式 包括现在我们在Linux下 它可以提供什么3D的那种界面 什么60型的那种桌面转来转去的话 很容易的 但是在我们的就是说 在我们Linux里面的话有一点不好 就是说它的显示的话 响应还是要慢一些 为什么是慢一些呢 咱们要从它的结构上来看 这个结构的话大家看 好像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界面的话 跟Windows下是差不多的对吧 实际上这个界面也没什么太多好讲的 因为你只要会Windows 然后再按照我们的说法 就是英语的话 是最起码Office知道什么 Internet知道什么 是吧 还有什么我们的这些小的工具 是不是 那么再有一些比方说PDF等等这样一些概念 然后Programming之类的东西 那这样的单词的话呢大致清楚一些 然后又熟悉一些专业词汇 在这里面的话运行或者是操作的话 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如果你用中文版的话那更好 对吧 所以它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结构啊 它呢有跟Windows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呢很难理解很奥的地方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看这样的 嗯 现在的话呢我在一个系统当中啊 我这样来做 我呢去 呃 现在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 呃 小的Linux系统 是吧 对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在呃 已经启动好了一个Linux 嗯 那这个Linux怎么启动呢 我是这样启动 我先把它关掉啊 contract加delete 可以关掉任何的一个x window 那这里面的话我是输入startx 启动的 实际上启动x的话呢 很多种方式去启动 嗯 那它怎么怎么样 尽力应该startx 它就直接去运行起来了 直接运行起来了 非常简单 这个呢 在我们的第 呃 第三章还是第四章 你就给大家讲过 嗯 那么大家讲怎么切换 contract加f1 就切换到第一个空间 等等啊 那么这个是f7 是吧 是 如果启动多个x window的话 就是startx 呃startx 空格杠杠 空格冒1 就启动第二个x window 也就是你假如说 你还想再启动个x window 还想再启动个x window 还想再启动个x window 比方说我在控制台里面 输入startx 是吧 空格杠杠 空格 冒号1 启动第二个x window 对吧 对 这是一样的 那么你现在再回车以后 它又启动个x window 那你会觉得它跟windows是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控制台这个概念 是吧 对 那么比方说我们这样的啊 就是另外一个启动起来 那么我在这里面的话 比方说我新建一个 嗯 run command console 我现在去运行一个console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shel出来了 对吧 对 那我想切换到刚才那个当中去 controls加f7 哎 这是刚才那个 第一个x window 那么controls加f8 这边就是第二个x window 对吧 对 那么controls加f1 就是第一个空台了 文本空台了 对吧 对 这非常简单的 那么它的这个过程是 就是它的架构是怎么样的 我们必须里面画一下 它这个架构是这样 准备的这个架构的话呢 x window的架构跟windows这样 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 x window 那我们说一般叫做什么呢 一般叫做 一般叫做什么呢 x 一般叫x 而且呢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x- windows windows 不叫x windows windows的话是微软的注册商标 对 明白吧 嗯 那么x window x window的话呢 那么这个x的话呢 是unix啊 通常的就是说 我们 它有个x协议 然后进行图形传输用的 它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在这个机器上的话 假如说啊 这个机器上 那么是一个x的sower xsower xsower 输出到这个sower当中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键盘鼠标 你看啊 键盘和鼠标 这是两个输入行为吧 对 这是两个输入行为吧 嗯 显示器是不是一个输出行为 嗯 所以就是IO嘛 对 这个IO的话呢 充当这台主机的IO 也就是它的话呢 实际上充当这台主机的什么 也就是相当于 我把它的键盘和鼠标接到这台机器上 把显示器接到这台机器上 那么这时候呢 他们走的协议就是x协议 现在用的x协议的话是x11 嗯 第十一个版本的协议 那么现在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是x11 R6用的最多 嗯 那么现在最新的话有x11 R7 R715的话是R7 嗯 明白了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什么x协议 明白了吧 明白 那么在UNIX系统里面的话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用 那你想一下 比如说前2003年还是05年 03年吧 中央气象台花2000万美金买的这个IBM 我们的服务器嗯 这个服务器摆在那个机房里面 服务器摆在机房里面 然后呢 那么你知道机房的话 温度多少呢 是18摄氏度以下 嗯 必须18摄氏度以下 然后呢 我们的老专家头发花白 然后一个人的话扛着键盘鼠标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拿着显示器 跑到里面 照着那个2000多万的美金的这个机器的话 乱乱插 那不可能 这种事情不可能 所以这个服务器一旦放到那边去以后 我们说控制他的话呢 都是通过X协议去控制 嗯 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什么 UNIX的这种控制方式 这台机器的话呢 可能很贵很贵 甚至是多个机柜的这种小型机 或者大型机 明白吧 明白 那么我们在另外一端的话 可能只是你的笔记本 这边笔记本的话呢 实际上是什么 X的3段 而这边的话呢 是X的什么 Client段 那么就拿我们最近的话呢 比较多用的什么呢 功夫熊猫吧 就是 你看功夫熊猫的话 不是挺受欢迎吗 对 但是功夫熊猫的话呢 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出来 很多人的话 我看在网上抱怨 他说什么 他说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什么 这儿那儿呢 然后呢老美拿出来以后赚钱 他就不爽 实际上呢 这些抱怨的人 根本就看不到其中的技术含量 全世界的话 没有几家公司能做出那样的动画片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那个软件啊 就是他每一个图片 就是你看的热闹 这个东西乒乓挺可爱的 然后那个阳光的话 口罩什么那种 他根本就不是让人去画出来的 不是让人的话一针一针去画 嗯 那你说一般的这种 一般的这种东西的话呢 它是让由人的话一针一针去画 我先画这样一个图片 是吧 然后呢这个熊猫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再画第二张 他把它位移一下 然后再把它这边移一下 是吧 这样一张一张画多少张 嗯 但是呢在那个梦工厂 他们做的话是怎么样的 就专门找一个集群 这集群的话 有很大很多很多机器 煤炭机器的运算能力的话 还是比较强 但是呢不是那种大型机的强 就是没有说什么并行计算机那么强 但是呢他的集群的话有很多 当他呢建模完了以后 你刚说我们知道他有个大厅是吧 嗯 那大厅怎么渲染呢 他先建模建模完了以后 他就是贴皮贴上去 贴上去以后呢 再把阳光等等这些物理引擎加上去 然后呢或者那熊猫跳起来以后 他不是要落下来吗 对物理引擎嘛 对正理引擎 那这些东西加上去了以后呢 实时你说我这个虚拟的摄像机绑在哪 他根据这个虚拟摄像机的这个角度 然后来动态生成你这个应该产生的这个照片 应该产生的这个图像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呢处理的事情全部都在这边处理 而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 输出的这边 嗯 所以他呢你这边的这个机器呢 他实质上是怎么样的 他只是起到一个显示的作用 和输入输出作用 你比方说得点一下暂停 那就暂停了是吧 那实际上是这边的话呢 暂停的运算对不对 所以你控制的全部都是这边控制 嗯 那样控制的是这边的东西 清楚了吗 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unix 所以当时的话 很多人他在那边说 不许用中国文化来做 你的技术太落后了 你在那边还要一张一张图片去画 人家建模完了以后想生成多少张 就生成多少张 想要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 那么 当时的话呢 看那个鸭子的或者头发 或者鸭子那些羽毛 他们那些 不是就是你要一张一张画的话 他画的哪辈子去 可能十年都画幻 对 但是你一旦把它做出来以后 有这样一个羽毛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他也该有些什么样特质 然后呢 该有哪些 比如说什么颜色 卡布尔 然后再有一个呢 风的这个风来源啊等等 他会实时产生这些东西 嗯 这些运算量非常大 都是在这边运行 嗯 全世界上没有几家公司能做 结果呢 一些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嚷嚷说什么 公共行猫怎么怎么样 我们也要做公共行猫 能做出来 我觉得不行 因为的话呢 呃 技术含量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的话 由技术角度上的话 说说出就是说国外现在这种虚拟现实的动画片 实际上也是Linux的一个应用之一 嗯 那比方说泰坦尼克号这100多台Linux机器 一块鞋桶去进行渲染 嗯 比方说那个什么ROS 在船头那个整个那个大的渲染那个背景 实际上都是由Linux完成的 那么他都是在机房里面 而机房里面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每一台机器你上去鼓掏鼓掏 然后他运行软件 而是呢 在我们这边统一进行控制 让他们去运算 产生的这个结果他输出过来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他这就是一个X window的这样的体系 那么现在我再把它这样的详细化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的X window 它实际上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cell端 一个是client 那么cell端应该有显示器 是吧 对 应该有输入用的什么 键盘和鼠标 是吧 对 这个呢就是输入输出 那么服务器之端的话呢 负责进行运算 他的这个机器的话呢 负责进行运算 他们之间的话是通过X协议进行传递这个视频 嗯 和这个输入输出的 明白 传递这个东西 所以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感受不到这些 你刚才感受到了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了吗 没有 没有 你是怎么样呢 你是运行那个startX是吧 对 startX的基底是什么呢 他呢先帮你启动 第一步先启动一个X window 嗯 他先帮你启动一个X window 就是X window的什么 sailer端 这个sailer端的话去监听127.0.0.1 那么第二步的话再启动什么呢 自己这台机器上再去启动什么 X的Client 再去启动XClient 然后呢 让这个XClient的东西的话输出到127.0.1上去 没有吧 就自己输出到自己上去 所以你最终看到一个X window 嗯 那你说不信啊 你要不信的话我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关掉 啊 contract加退格键可以把X window关掉 这是第二个X window是吧 对 那我在2加X7 是不是到了第一个X window 嗯 第一个X window 是不是我也可以contract加退格键的关掉 对 对吧 那么现在我这样的 现在这里面输出 就是说在这里面 那么我给大家分开演示 刚才不是说 哎 老师刚才不是说分两步吗 第一步先开X window 然后再启动XClient XClient就是类似我们说 那个公司熊猫里面那种 产生视频用的程序 嗯 明白 或者演示卫星云图的程序 它要输出过来 嗯 那么实际上是服务器端控制客户端 嗯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那么先怎么看 那么现在我单纯想启动X server 嗯 那么我就输入一个大型的X 直接回车 X server就启动起来 看一下啊 你看 是不是启动起来 嗯 已经启动完成了 说哎 这个黑屏已经停完成了 看到了吗 嗯 一个X看到了吗 再晃 说明我的什么 鼠标已经被驱动 嗯 那这个图形后面的话呢 只不过是黑色的 并没有太多东西 嗯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的输出 就是一个黑屏 那么这就是什么 X server都启动完了 那么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输出 对 那是因为X client没有 那现在的话呢 我control加退格键 把它关掉 嗯 control加退格键 关掉了以后 那么X 刚才是我输入一个X 就被它启动起来 嗯 对吧 那现在我除了启动X之外 我再启动一个客户端 我输入什么呢 XNIT 嗯 这个呢就是说我启动X 那以后 我再启动一个客户端程序 这个客户端程序叫X term 嗯 就是一个摄像 嗯 看一下 现在XNIT直接回车 先启动X 是吧 对 是不是启动X 出现一个客户端 对的 嗯 就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客户端 你看吧 它是一个通知输出的东西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分布启动了 我们刚才启动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刚才启动了一个 嗯 启动一个X server 然后又启动了一个X term 是吧 现在我把它 再画 再新建一个 现在呢 这个X server 一启动 嗯 这个X server 一启动 它呢实际上是驱动的什么 显示器 嗯 是吧 对 驱动的什么呢 键盘 和 数学 这他的事就完了 嗯 然后呢 刚才我是在X server 启动完之后 在启动了一个什么程序呢 启动了一个名叫 X term 的程序 X term 就是X的中端 嗯 就启动这样的程序 于是你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这样 嗯 这个X term 你在这里面可以输入命令的 嗯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你starX的话 一般是做了些什么呢 做的东西要比它更多 是吧 嗯 你首先是要启动X server 是吧 对 那starX的话呢 之后会帮你启动一个DE 所谓DE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类型的东西 这种类型的东西的话是什么呢 DE啊 Desktop桌面的Element 环境啊 桌面环境 那么常见的DE的话 在Linux里面的话有两种 非常常见 一种叫做什么呢 Genome 这是一种DE 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KD 一种只能有个一种KD 那么这是Ratine系统常带的两种 其他的话它可能有别的 那么有些公司开发的DE 甚至跟Windows一模一样 有开始菜单 什么东西 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在网上下 一模一样跟Windows 但是里面的Rung肯定不一样 嗯 所以这种DE的话呢 还有很多种 这种DE的话叫做桌面环境 什么叫桌面环境呢 你看一下现在 现在的话我们分布来启动 启动的Exterminal是吧 对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它有没有 有没有关系 能不能插掉它 不能 不能是吧 没有那个拔插是吧 没有关系的 也没有办法拖拐吧 对 没办法拖拐 没办法大小写是吧 对 把它放大或者是减小 对吧 对 那么当我启动一个DE以后 启动DE的话呢 这边就是我光启动一个 呃 就是客户端程序了 所以如果启动KDE的话呢 是star KDE 这是KDE的启动的脚本 嗯 所以在X3 启动完之后 你的DE的启动脚本 嗯 嗯 那么直接回撤 那这时候呢DE就启动起来 哎 你看KDE启动起来 大家留心这个框 哎 看到吗 嗯 有框了吗 有了 有这个X 嗯 有这个下面的标题呢 嗯 所以DE就是做这个的 DE的话 他把这个桌面环境当中常用的这些东西 他给你规范出来 嗯 你看吧 嗯 这就是DE 那么KDE的话呢 它在运行了以后 那么我们刚才一个窗口 就有了窗口常用的这些东西 嗯 那么就有了桌面的背景 看到了吗 嗯 桌面背景就有了下面的什么 任务栏 和开始菜单 对不对 对 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什么呢 DE提供的 那genome也是一样 你要抓到genome的话 genome session 刚才我们说 启动DE的话 是star KDE 是吧 对 那么如果想启动 那个genome的话 那就是genome 嗯 terminal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genome 启动没有 我现在不太确定了 我现在不太确定 我的genome 也启动没有 那么genome的话 我输入一个genome 特别小 这个字 genome 嗯 还记得我们上节课 上一张讲的说 怎么样看一个软件有没有装 是rpm是吧 对 杠 Q Q Q A 是吧 查询所有的包 grep genome 对吧 对 看genome 有没有装 genome如果装了以后的话 看一下啊 genome VFS 这个包含没有装 genome 这个包含没有装 这个包含没有装 -terminal 没有装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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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这个genome 如果genome装了以后的话 那么会有一个genome-terminal -terminal 那么你说这个一挥车 那就跟什么 START KDE是一样的 也就是那个上面的命令的话 是启动genome的DE的 下面的命令的话 是启动KDE的DE的 明白 那么启动这两个DE以后呢 就会有这个窗口出现 也就是这个结构的话 你才能搞清楚 明白 结构的话才能搞清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DE的话 是种类型的东西 但是说这两种DE的话呢 它提供的东西不一样 是吧 它提供的桌面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话呢 要显示这些东西的话 还需要基于一些库 你比方说 我现在想自己编一个程序 产生这样一个窗体 自己编一个程序 想产生这样一个窗体 就想产生这样一个窗体 那么你想编这个程序 产生这个窗体的话 像这个拔岔该怎么样去 像这个拔岔的话 该怎么样去替代上去 然后呢 这个窗口的话 默认情况还有多大 在哪个位置等等 然后最小化的时候呢 它是怎么样一种行为 是不是我要提供给你一个库 让你去掉去使用 对 如果让你全都自己去写 很累的 对 你可能要想几行几千行 就跟什么呢 我们那个大楼里面 那么厕所的话只有一个 嗯 那么每一层呢 只有一个 不是整个大楼里面 那每一层只有一个 那为什么这么多商家 他不是租了很多小小的这个 就是好小的办公屋区间吧 嗯 为什么每个办公屋区间 不自己弄一个呢 因为那个厕所公用就好了 嗯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用在每一个商家里面 都创建一个厕所 嗯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库环数也是一样 假如说我们 只是在偶尔去使用这个库环数 而这个库环数的话 别人也需要调用 那我们就做成一个库 嗯 不做在我们这个系统当中 所以的话呢 GENOME和DE啊 GENOME和DE的话 KDE的话 他们调用的库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他们想显示一个窗口的时候 他去调用的是叫做什么呢 GTK加的库 这是GENOME的 嗯 就GENOME 那么TDE的话调的是什么呢 QT的库 QT的库的话呢 啊 错了 这个不是GENOME的 GNU的啊 GNU知道吧 就是我们的那个 呃 就是开源软件 Linux也是属于GNU的嘛 是吧 Richard Stalman QT的库 QT的库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呃 商业公司推出的 这个商业公司的话呢 在中国也有分公司叫做齐去 齐去 齐去科技 但这个公司的话呢 非常有名 那么像摩托拉的很多手机 都是基于欠入版的QT 这个公司的话 这个公司的话已经被 诺基亚收购 嗯 这个公司的话已经被诺基亚收购了 啊 稍等一下啊 这个公司的话 这个这个已经被诺基亚收购了 诺基亚吧 这个QT收购啊 就是QT的这个公司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齐去 就是齐去 那么齐去这个公司收购以后的话呢 摩托拉就遭到致命的这种影响 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他原来的这个手机的话呢 都是基于QT的 就是欠入式版QT的 所以这点的话呢 在LinuxM的话呢 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QT的话 商业支持要比JDK要强很多 嗯 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公司 对 那么我们去使用的话 可以免费去使用 但是如果是你想用一个欠入式版本 那么一个license的话 要1万多美金的 嗯 1万多美金还是人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因为它是靠齐去公司的话 就是靠卖这个license掙钱的 嗯 你想用我这个商业式版本 那么你在那边买一套软件是多少钱 然后呢 发布一套是多少钱 嗯 因为你用了我基于我这个QT的库 对 所以呢 这是两个基础 对他们来说支持的一个基础的库 嗯 那么这个库的话呢 genome是用JDK 嗯 然后呢 QT的话是用QT 那么JDK加的话呢 在就是我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呢 有Linux内核的公网开发者 嗯 这人他说呢 Linux Store的就是Linux之父啊 嗯 骂这JDK的团队 什么你们弄的东西太烂了啊 就是说又不好用 然后又有问题多 嗯 所以他现在基于这个JDK的开发软件的这个公司的话呢 还是少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不太好 嗯 这是整个Linux界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最弱的一点 但是大家可以就是说可以不听我刚才说的 这是一些行业的背景知识 嗯 你要是开发一款软件 光是有那个命令行界面不行 不过一个电话的话 加输入一条命令 肯定不行 那你要有个通路界面 这个通路界面的话呢 你要不是基于JDK的 要不基于QT 嗯 第三者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还比较少 那比方说既不用KT 也不用JDK 也不用X window 那么还有另外一套叫做什么呢 Mini GUI Mini GUI Mini GUI是中国的 那是那个叫魏有明 魏有明做的 那这套东西的话呢 它是不基于X window 是直接去用frame buffer做去做这个驱动的 也就是不用X window做系统 没有吧 嗯 这是它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的话这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图形的这样一个使用 也就是你完全不用X window这一套 那么有Mini GUI的话 是在驱动系统上用的非常多 嗯 OK 那么现在我们看 现在的话呢 我再把这边的话X window打开了 嗯 就是说最后的话 把这个图形界面它整个都打开了 那么这个结构的话 我觉得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 那么其中的话 还有另外一些的应程序 这应程序的话呢 不一定是第一 不一定是第一 也不一定是某一个应程序 它还有其他应程序 那么这个应程序的话叫做什么呢 DM DM的话就是Desktop Manager 嗯 也就是Desktop Manager的话呢 也是另外一种应程序 这种应程序的话 它呢 Genome的话 由GDM 呃 KDE的话有KDM 然后呢 X window的话还有XDM 就是它本身自带一个DM 嗯 DM是怎么样的 要求输入用户没有密码才能进去 也是先启动X window 然后呢再启动这个 嗯 它需要输入用户没有密码才能进去 这边的话 如果要是你运行的是INIT 进入运行级别V5的话 INIT运行级别V5 如果你不明白 没有关系啊 那么听完第二点说明就完全清楚 嗯 运行级别V5的话 那你运行的就是一个DM 嗯 不是DE了 DM DM再去启动D1 嗯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啊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X window关掉 刚才我们就说了很多次这个块键 应该是按什么键 Ctrl-out和退格键 就是break space 是吧 对 Ctrl-out加退格键 就是那个加号旁边那个 删出一个上个单 上一个字符 嗯 那么如果按在这里面 输入一个什么呢 GDM 那么就会启动Genome的DM 嗯 如果输入什么呢 KDM 那就是KDM的DM 对 那么漏人群啊 这个东西它是自动去输入的 嗯 也就是它会提供给你一个 输完用户名和密码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的这样的一个 嗯 接口 你看 你输完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后 才能进入这个系统 所以这就是DM 刚才DE的话 是不是直接进去了 对 那这里面你输完用户名表 像说 啊 密码的话是Apple key 然后Nom key 弄入进去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 Manage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选择说 我要用中文还是用英文 用Genome Genome还是用KDE 嗯 我这边的话OK 哎 啊 如此登录是不允许的 这真是见鬼了 那比方说用一个用户登录进来 这个时候的话 才去启动DE 看到KDE在启动 嗯 也就是Genome DM 然后再去启动DM 它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呢才让你进去 也就是说 我的系统一启动完以后 我就启动一个DM 是不是比较安全 嗯 对对吧 输入用户名密码 然后才进去 嗯 是吧 对 就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DM 嗯 和DE的一个区别 清楚了吗 实际上本质上来讲 它们都是什么 上面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Client的程序 X的Client 嗯 XClient 明白 那么现在我们看啊 那假如说我直接运行 X的Client 不运行X的Server成不成 你觉得成不成 嗯 XClient是需要 重新输出的是吧 对 那我现在输入三角形 然后输出出来 嗯 但是我没有接收这个 三角形的这个程序 成不成 不成 不成 确实不成 你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把它关掉 是吧 然后现在我是不是直接去运行个 Star KDE 是吧 对 看一下啊 呀 DM的话有一点去 有点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你关掉 你关掉它以后 它会重新启动性 嗯 那么现在我这样的 我在这个控栏下 我输入一个什么呢 Star KDE 对吧 对 Star KDE 这是一个启动 DE 这个Client程序的命令 是吧 对 Star X是不是先启动X 然后后 启动KDE 是吧 现在的话我就光去启动这个DE 我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起 我不启动下 Star X Star X 不是先启动它 对 再启动它吧 嗯 那么现在我直接先启动它 不启动这个下面的X 是不是就Star KDE就好了 对 是吧 那么直接回车 你看它能不能成 能不能成 它是不是会出错 说 enable enable to open display 不能打开图形显示 是吧 不能打开图形显示 这时候它就出错 那么你说Xterm Xterm 刚才试过 运行XRIT的时候 可以运行它 对 但现在直接回车 它也不允许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样的 你直接运行看的话 X的Client程序 没有XRIT的情况下 你是运行不了的 嗯 除非怎么样 除非是你 呃 事先去 直接定一个变量 让它输出到一个XRIT上去 你比方说现在这样的 RF图形 我看到IP地区 是1918.1.231 是吧 对 1.231 然后呢 现在我这样的StarX 刚才那个X温度 是不是已经占了第一个 第一个X的图形显示 是吧 我StarX 杠杠杠 空格 买好一 诶 空格买好一 是吧 对 我现在起到第二个X温度 是吧 起动第二个X温度 起动第二个X温度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运行一下 呃 就是在就是在命令行当中啊 你去输入一个这样的命令 叫做什么呢 叫做X host 去表示 你允许谁把 你现在是个X server 是吧 嗯 你现在允许别人把图形输出过来吗 那么我说Xhost 加对方的IP地址 如果要是你不加对方IP地址 直接一个加回车 那就允许任何人输图形输出到这边 嗯 因为我的IP地址 192168.1.231 是吧 那可以加上192168.1.231 那这样他就只允许什么 只允许这个IP 如果按上面这种方法的话 就是说允许任何人 他说 访问控制被禁止了 disable了 嗯 就说你没有访问控制 随便可以输入 嗯 这样的加上这个以后的话 那他就是允许 191168.1.231去访问 那不是说允许所有人了 嗯对吧 那现在我是允许了 现在我退回到什么上 退回到空盘上去 你要是在我的空盘上 我本来输入的X term 是不允许的是吧 对 但是我定一个变量 Export 把它变成环境变量 对不对 Display 等于这个环境变量的话 非常重要 127 192.168.1.1.231 冒号1 表示呢 输出到这台机器的第二个X温度 冒号0是第一个X温度 对吧 那我这样直接回车 然后呢接着我再输入X term 刚才不是出错了 嗯对 现在回车 没出错了对吧 嗯 然后我们out加F8 是吧 第二个X温度 看这个X term出来了 嗯 就出来了吧 对 那我再计端把它关掉 然后我再计端Ctrl加C 是把它关掉 对 关掉了是吧 然后再按out加F8 是那个东西就没有了 嗯对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再去往回去 这个好玩 再去运行一下其他的程序 是吧 嗯 然后我运行一个什么X clock X clock 那么直接回车 out加F8 哎 这块表出来 嗯 看到了 看到了 那我在那边把它关掉 这个表就没了是吧 对 我在这边也可以把它关掉 嗯对不对 对 那么也就是说我即使我现在是一台机器 但是我的一个控制台作为我的Client 嗯 我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界面 out加F8这个控制台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X server 是吧 对 我自己输出到自己的X server上去 嗯 那我能不能输出到别人的X server上去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是没有问题 嗯 那没有问题 嗯 能不能就输出到别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呃 现在的话呢 我把这个图重新画一下 刚才的话 是我在自己的机上 这是在自己的机上 是不是 对 这边也是在自己的机上分布去运行 是吧 那现在我重新把它画一下 看一下 那么现在假如说我找了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呢是X server 是吧 对 这是X的sower X server 嗯 那这个X server上运行什么呢 首先我在这边运行了个X term 嗯 Xnit Xnit 嗯 运行了Xnit以后 然后我在这边运行了X host 加 对不对 嗯 这两个的话呢 运行起来 运行完了以后的话 这边就允许别人输出过来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在一台机上 那么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这台机器呢 可能是个大型机 也可能是一个随便一个什么机 两个远程的机器 嗯 你要想运行控制它的话 那么你在这边的 是要的提示符下 是要的提示符下 你说了一个什么呢 Export Display这个变量 大写的是吧 嗯 Export display 等于双引号 你的这个IP 就是这个sower run的IP 嗯 是吧 就是它的IP 这台机器的IP sower run的IP 然后呢 加上一个冒号 1 冒号0 默认情况是0 是吧 第一个x window是0 第二个x window是1 是不是 然后呢 这边的话是 这样输入就好了 那么一个IP 加上一个冒号0 这个IP上的第一个x window 是吧 这样的话你再输入任何的一个 比方说x turn 是吧 嗯 或者是说x clock 是吧 或者是什么 start kde 是吧 对 kde 这样的话呢 它就直接输出过去了 嗯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程序x term 实际上是在这边 实际上在这边也行 也就是你在那边ls的 实际上是这台迹象的东西 嗯 对吧 你在那边看的时间 实际上这台迹象的时间 是吧 对 你在这边的话看到这个界面 比方说一个kars 33 实际上是这边的这个kars 33 嗯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进行一次什么 远程控制 所以的话这台机器 你看这边是client段 是吧 对 这是sir的 那么是sir的控制client段 还是client段控制sir的 client段控制si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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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段控制sir的吗 你再仔细看看 控制 应该是 是client段 它控制sir的 嗯 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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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现在输入ex term 或者start kd 是吗 start kd 在这边输入过来的时候 对 那么是图像的话是放在这边 嗯 你在这边看到一个任务条 是吧 对 一个开始菜单 是不是 嗯 那你在这边点一个按钮以后 是不是在这边运行的 对 那你是在这边控制它 是不是 嗯 你在这边你说我要运行一个什么 我要运行一个程序 是吧 这边出现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它这边输出的 对 那这个程序上点来点去的话 实际上是操作它 嗯 对 对 对 所以的话呢是服务器端控制 所以这就是x的什么变用之处 也就是说是x的所有端控制的是client 嗯 明白了吧 那现在的话呢 我可以 就刚才实际上已经演示了一部啊 假如说 我现在在这台机上输入个xhost的家 是吧 我现在在另外一台机上 怎么在另外一台机上呢 那么我在这台 我在 我在这边src是到192.168.0.1 另外一台机上 src过去以后 我这样才输入一个什么 xhost display 我没有 刚才没有回车 刚才没有回车 display 等于上一号 192.168.0.1 0.0.231 是吧 0 是吧 然后再输入什么 start 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控制 从远端啊 在这台机上 在另外一台机上 是不是可以控制 1.168.0.1 这台机上 因为你是src过去的 对 对 现在我 我假设说 我是先src这台机上 嗯 然后export display 这边 嗯 然后输入一个什么 start kde 是吧 这样它图形界面输出到哪去了 这个图形界面输出到哪去 输出到231 这个的 第一个x弄上去 是吧 那我就可以在231上 控制这个0.1 这台机器 是吧 也就是231这台机器实际上是什么 服务器端 嗯 对 比如说在231上你要去运行 xhost加 对 在这台机上你export display 对 1.18.0.231 冒好0 然后你可以输入start kde 那你的图形界面 是不是输出到这边去吧 对 你可以在这台机上去控制 对吧 对 那现在的话我给大家再看一个 更极端的 那你现在这个x3的话是 没有词是吧 嗯 那么我如果要是把它做成一个windows 也就是我可把windows模拟让它支持x11协议 让windows支持x11协议 让windows支持 那让windows支持x11协议的话呢 就这样 我在这边的话装一个软件啊 稍等一下 我这边的windows windows这个端的这个x store叫什么呢 在linux端的话就是大线的x是吧 实际上大线的x它叫做xorg 这是在linux端的 那么在windows端的话呢 叫做xmanager xmanager 那么这是在windows端的 那么大家可以呢 去网上下这个软件 xmanager这个软件 那么还有很多其他软件 像IBM等等这些公司呢 它可以附带给你 嗯 赠送一些这样的软件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呢 就要在 就是在windows之间装一个xmanager 我装好了这个x xmanager xmanager在这儿是吧 嗯 我点击xstar 它的star 点进去了以后呢 它说你的主机名是什么 192168.0.1.231 现在我这个windows的机器呢 是232 嗯 那么linux那个虚拟机的话是231 是吧 对 那么现在我要用xterm去连接到什么 ssh到 用xssh去连接到1.231的什么呢 这台机器上去 嗯 然后呢 它输入任何名是root 密码是uprook 现在我连接过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看到这样的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就是什么呢 只不过这个xterm是在什么 windows下的xterm 也就是说它把我们现在这个 macrosoft微软的windows 当成一个x server 嗯 因为为什么可以当成x server呢 不是说微软直接可以支持 因为我在这个windows下 运行的xmanager 嗯 这个xmanager支持x协议 嗯 那这些client是不是可以输出过来了 那你看一下 我现在的话 xterm也运行起来了 嗯 这个xterm实际上连接到我们的什么 这个台机器上 就是231 这个台机器上 这是231 这台windows机器 嗯 你能理解吧 这边是一个231 我连接到231 就连接过来 这边是一个windows机器 232 我现在的话 远程连接过去 sse连接过去 那么在这边运行的xterm xterm的话呢 输出到我这个windows机器上 所以这边的话出现了一个什么 xterm 但是这个xterm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这台linux的 嗯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我看这个xterm里面的内容 xterm xterm里面那种rsconfig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那台机器啊 231这台机器 1.231这台机器 对吧 那么现在我这样输入一个w 是不是能看到这些人在这边登录 嗯 那么我的话是远程连接过来 远程连接过来 远程连接过来 那么现在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最好来做一下 我现在在这边的话来这样做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 输入一个 嗯 star td 嗯 啊 那我直接回车 starpd是不是启动了一个 你看 这个东西啊 它现在是在 不是在那个 不是在windows里面了 大家可能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就整个这个界面都已经变了 你看到这个界面 这明明是windows里面的界面啊 你看这个 这是windows里面这个界面 但是呢 现在在windows下运行 嗯 你看到这个windows 就是windows里面 它已经出现了这些东西 然后我运行一个kde的什么什么东西 这些呢都是在windows下 也就是要不整个的桌面环境的话 全部都运行在windows下 那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那么现在的话 我这样的 把home这个 启动起来 我把home 我实际上现在在操作windows 嗯 但是呢 这些界面全都跑到windows下了 你看到这些界面 它全部都跑到windows下了 你看到etc 这是linux里面的内容 对 那么实际上是在windows下直接运行去 嗯 也就是说我刚才那些应用程序啊 那么这个应用程序还是在的 windows运行程序还在的 你看他们怎么会跑到一起呢 嗯 因为他把windows当成一个linux的access server 所以的话 才会在这里面 windows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图形界面 嗯 嗯 windows里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窗口呢 windows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窗口 是这样的窗口 对 对不对 现在就完全分 完全这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 呃 完全的就是把windows变成一个access server的转过程 嗯 所以看到刚才我们实际上呢 做了三次 现在的话我把它关掉 现在我在这里面啊 我在这里面的话 我ctrl加c 把这个 把这个x的x关掉 我们现在你看到这个虚拟机还是在这边运行的 嗯 但是呢刚才直接全都跑出来了 嗯 刚才这个窗口是不是也不是这个样子 对 是那个lips里面的样子 对 这样的话就全都变了 啊 如果不明白的话呢 我现在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啊 那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那么刚才我实际上是演演演演示了三次 三次分别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啊 演示了三次内容 刚才实际上经过三次 第一次的话是这样 我呢 给大家抛析出start x 是吧 嗯 实际上并不是在你的迹象启动力院 就是同行界面完事 嗯 它实际上是用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它是先启动一个x 它是运行x x的话是启动x server 是吧 对 那这个x server的话呢 这个大写的x实际上叫做xorg xorg是这个x server的名字 嗯 也就是Linux下面的什么 嗯 x server 明白吧 嗯 然后呢之后的话呢 又去启动了一个什么 star kd 是吧 这是一个什么 x的 client 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剖析这个 然后呢给大家分阶段启动 先启动x server 先输入一个x 是吧 看着什么样子 然后运行了一个什么呢 xinit 是吧 然后再start kd 是吧 这是过程 然后第二次的话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话呢 我们是分成这样启动的 我们首先在一台机器下 我去启动一个什么呢 xinit 或者说启动什么start x 嗯 然后呢 启动起来的以后的话 输入了一个什么呢 x host 加 嗯 允许任何人的话 把图形输出过来 嗯 对吧 然后呢 我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这是第二台机器 第二台机器啊 运行什么呢 export display 等于是吧 双一号 一个ip 网号0 双一号 对吧 这个ip地址的话 就是上面一个机器的ip 就是它的ip地址 这ip地址就是它的ip地址 然后呢 再输入什么 start kd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在第二台机器上 运行的kde 输出到第一台机器了 然后呢 也就是说在第一台机器上 就可以控制它了 对 是吧 就可以控制它了 对 就可以控制第二台机器 在第一台机器上可以控制第二台机器 因为的话你的start kde的界面 是否跑到第一台机器上 对 你可以通过这个第一台机器上的界面 去对它指指点点 点来点去的话 是它帮的动作 对 第二台机器帮的动作 对吧 然后呢 第c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不是运行xint 我们是在一台windows的机器上 windows机器的话是232这台机器 我去运行一个什么呢 xmanager 这个xmanager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x server 他把windows变成x server 嗯 那么 第二部 第二台机器上的话 我运行的是什么呢 在第二台 第二台是Linux是吧 嗯 第二台Linux上运行什么呢 就是export 是吧 Display 等于什么什么 嗯 然后运行什么呢 start pd 也就是说还是这两步 第一步 第二 是吧 在第二台机上运行这样 但是呢 这个台机Linux他不知道 他自己输出的对象实际上是一个windows 嗯 但是这个点对他来说无所谓 因为的话你想知道 你要知道 x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协议 我只要支持这个协议 我无所谓平台的 嗯 所以Linux和windows一些平台 只要你能想得到 你能想得到 那么你是 呃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 嗯 然后玩各种各样的画 画样 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ABC三次 嗯 第一次的话呢 是自己启动 是吧 第二次的话呢 换了两台机器是吧 对 一台机器启动exor 另外一台机器用什么 x的client 是吧 再有呢 第三次的话是在一台机下去 windows下去启动 x 在Linux下去启动什么 x的client下去 对 然后让我们的kde或者genome的话 输出到什么 windows下去 嗯 这样的话你在整个windows里面 就看到一个x 呃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了 嗯 对吧 对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我们在Linux想去控制windows 如果要是你看啊 我们现在的话是自己 这是自己一台机器 嗯 对吧 对 这边的话是Linux控制Linux 对 Linux控制Linux 那么这边的这个的话是 Windows Windows 图形方式控制 对吧 Windows图形方式控制Linux 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呢 想让是Linux控制Linux 嗯 Windows控制Linux 对吧 对 那么Linux控制Windows 那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啊 然后StarX 我看一下啊 JS8吧 F7啊 那么这样进去了以后 就是在图形界面下 在Linux的图形界面下 嗯 就在Linux的图形界面下 然后呢我在这里面去运行什么呢 呃 我去 打开Console 我打开Console 我打开Console打开 Console打开的话 我运行什么呢 RDesktop RDesktop 然后呢加上一个什么呢 S 19168.0.1.232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控制Windows了 你可以在Linux下 去连接Windows的远程共享 也就是它呢 是可以连接Windows远程共享 那当然Windows的远程共享 的话 你需要在这边设置一下 你需要在这边的话 是允许什么 允许别人连接到这台机器 对吧 对 然后呢 允许别人连接到这台机器 这样的话呢才能才可以 这个机器的话 我看是RDesktop没有吗 SU- 我看有没有 RDesktop 确实没有装 这个软件没有装 那么用RDesktop的话 你可以去连接过去 R R DEST TOP 是吧 然后呢 192 看一下 92.168.0 1.232 这是Linux下运行 就是连接Windows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这个软件的话 你要装一下 你说我没有啊 跟我一样没有 那么你在你的光盘上肯定有 光盘上肯定有这样的包 就是RDesktop 什么什么RPM 那你RPM到IV去把它装上去就好 明白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远程连接 OK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刚才解释了整个XWindows的一个原理 嗯 然后呢给大家解释了什么呢 就是说互相控制通过什么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呃 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图 仔细看这个图 是吧 Linux控制Linux Windows控制Linux 是吧 对 那么我们说 总结一下 那么如果要是Linux 控制Linux是吧 嗯 那么你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X协议是吧 对 实际上还可以用什么呢 WinC去控制 WinC的话呢也是一种控制方式 那么WinC的话呢 它是完全跨平台 Linux控制Windows Linux控制Linux Linux Windows控制Linux 都可以 它是自己一套东西 WinC是自己一套东西 如果要是Linux去控制什么呢 Windows 就是想看到Windows这个图形界面 我这边都是说图形方式 如果文本方式的话 你SSH Telnet 是不是都可以了 对 这是文本方式 那么如果Linux控制Windows 也是图形界面的话 你可以用RDesktop 也可以用什么呢 WinC 那你在Windows下装用WinC的Sower 在Linux下装用WinC的Code 那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要是Windows Windows想去 这边加个S Windows想去控制Linux 那么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你也可以用XManager 是吧 对 然后呢还可以用WinC 对 都行 那么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 互相之间用图形方式 控制的话 一个基础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非常方便 也就是X 它是一个主流的方式 这个地方也在用X 对吧 对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 那么我们看一下PVP 那么系统里面的通显是XWindows 是吧 对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的XSower XClient程序和X协议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了 那么Linux目前使用XWindows 是Sower 大多数XFree86 我们说不是XFree86 是XORG 那么XFree86的原班人马 后来做了一个什么呢 XORG 也就是XFree86的话呢 它是比较老的 新版的话都是XORG 你看吧 现在是第七吧 也就是原班人马做了一个XORG 现在我们用的是X11协议的X11协议的R6 Reduce6 那么在H125里面的话用到X11的Reduce7的 那么就是这样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D1和DM 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吧 D1和DM解释一下 那么说X3的XORG XManager 这些都是XOR 那么我们说XClient当中包含的是什么 DM D1和XTerm XClock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对 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过 然后GENOME的话呢 它是桌面环境 就是D1 就是D1 它是GNU的项目 所以是G开头 对吧 GENOME 然后呢它可以支持多种语言 使用GTK的库来进行显示 就GENOME的一些设置 KDE的话呢是Key Team完成的 它是一个商业公司的一个开发小组 这个有针对TEL式版本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普通的X86版本 等等 那么D1的话呢 是Key的什么Desktop Ambient 这样的一个缩写 那么使用QT作为显示 对吧 这个应该给大家讲 然后呢 如果儿生启动Xwindow的话 你要是启动不起来 那你可以用Red Hat-Config-X-X-86 在RHEL4里面 那么运行的是什么呢 System-Config-Display 在RHEL4里面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 FIDELA 嗯 Q7 Q8 这个版本里面 就是System-Config-Display 那么以前RHEL3 以前的RHEL3 以前的版本里面 都运行Red Hat-Config-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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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是System-Config-Display 对 这样的话呢 在图形界面启动起来 你可以用它来配 嗯 你可以用它来配置 如果你想启动Xwindow 那么用界面System-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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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呢你可以用switchdesk来切换举动模仿KDE 你说我现在不喜欢用KDE了 我现在不喜欢用KDE了 怎么办呢 我先把它关掉 关掉 这个DM一启动起来 以后它就非常麻烦 那么一般运行什么呢 INIT3以后的话呢 可能能把它去掉 有可能把它去掉 然后呢我在这边 如果要是现在我不喜欢用KDE 不想用genome 那我就这样 switchdesk 然后呢genome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这边倒错 说什么呢 genome not installed 那么就是说没有装 也就是说呢 我们switchdesk genome的时候 没有办法切换过去 如果要是你现在genome是有的 那你可以切换过去 那你可以用genome 以后star x的话就都是genome 嗯 不是KDE的 嗯 明白吧 明白 就是说切换周面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面 如果现在的话呢 我的x window 其中有问题 我可以去 我运行system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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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来重新设计下我的分配率 等等 那么你可以运行system config config 那样吧 ok 那么switchdesk 这个文件的话呢 你可以改它 就是说决定所有人打开中文件 你说你到底打开genome 还是kd 你可以改这个文件 那么这边快捷键 controllout加退格键 就是backspace 是吧 dmbx 那么controllout加 加号 小键盘的加号 增加分辨率 小键盘的减号 减少分辨率 adjavi 那么就是出现这样的菜单啊 那么原来在这里面 你看这就是system-confident-display 它出现的 让你选一下分辨率 是吧 让你选一下多少颜色 然后让你选一下什么呢 显卡和显示器的这个参数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面去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 现在看呢我out加f1 是弹出这个菜单 看到吗 out加f2 是出现一个就是运行画面 我运行什么成立的画面 out加f3是没有 out加f4 关闭当前的窗口 是吧 对 那么 ctrl的加 好 好 现在的话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是没有就是说没有那个 就是说没有那个3D界面 因为RT14的话跟3D界面 那么像如果有3D界面的话 Control的加就是左右符号 就是左向左向右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那种路边形的这种滚动的画面 就是3D桌面 然后比较漂亮 但是呢实用性的话 就是我觉得还是像这几个话都比较常用 Control加F1或者F2 就是切换到其他训练功能 然后呢Auth加Table 就是切换单线上跟Windows下是一样的 其实跟Windows下很相像 对吧 就是一些控制 那么如果要是鼠标的问题 你可以输入REIT-Config-MOS 或者输入什么呢 System-Config-MOS System-Config-MOS 也是一样的 那么是不同版本 那么像我们的什么X中央Xterm 是在中端 那么 Genome Terminal的话是中端 刚才我说错了 就是Genome在启动的话 实际上输入的是Genome Session 就是我刚才比如说 Star KDE是启动X window Star人 KDE是启动 启动这个KDE的DE 如果还能启动那个Genome的话 那你输入的是什么呢 Genome-Session 这个的话是启动 Genome的DE 刚才我说错了 Genome Terminal的话是启动 这样类似的一个什么 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控台 类似这样的控台 明白吧 明白 也就是说 刚才实际上是说错了 Star KDE的话是启动 KDE的DE 然后Genome Terminal是启动什么呢 启动这个控台 Genome Session才是跟Star的KDE 是一样的控台 启动Terminal的话是启动这样的控台 并不是说启动我们的这个中央环境 这的话请大家原谅 刚才的话呢 就在这章里面的话说错了 说错了 那么Consol的话呢 是KDE下的打开控台 这是三个打开控台的命令 其中的话呢 Exterm它占的资源是最小的 它最简单 像这两个的话都用到GTK或者QT的库 那么像什么 这样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在这里面的话 你想去聊聊QQ或者聊MSN 那么你可以装一个什么呢 叫做GERM 这样的东西的话 它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MSN登录 GTALK什么烂铁八道 它都可以支持ICQ QQ的话需要你装一个插件 它就可以支持 那么这是我们的GERM 如果要是呢 你想去进行那个 就是说我们的 就是类似Photoshop这种工具 那么GIMP 这是类似Photoshop这种工具 这个小组特别搞笑 他说我们不需要进行研发 Photoshop有个功能 我们就照着往里面去写就好了 特别搞笑 那么还有就是说一些 这是文本编辑器 这几个照片文本编辑器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GIMP 是吧 Exterm的录章中的Photoshop 实际上有个G 就是GNU的了 然后Display是我们的图片右转器 和World同线转换转换的工具 是吧 Mozella 现在的话呢 不叫Mozella 是Mozella出的什么呢 Fairfox Fairfox 3.0刚出来 那么据说是 就是说在全世界之内下载数量 数量在使用时间当中最多的一款软件 Fairfox 3.0 比iE的话呢 要稍微精巧一点 然后呢 更加的快速一些 就是Fairfox 那么G FTP Genome的FTP GEM支持MSN Yahoo Messenger 等等这些东西 Evolution 就是我们的类似的Outlook 类似Outlook Linux的 就Windows的Outlook那种东西 就收发Email Evolution 你可以直接运行 但是在RGL5当中没有了 RGL4当中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就是Evolution 这个的话就是Evolution 这就是Evolution 现在没有装 没有装 然后呢 没有办法让它运行起来 他们都是用的GTK的裤 所以我少装那个裤的话 他们都运行不起来 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大家的机器 主要RGL5已经不带了 RGL4还有 这些软件的话呢 真是比较常用的 Mozilla Fairfox Mozilla的来源 好像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就原来那个网警浏览器的很多人 是在那里面工作 那么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Xwindows的这一章的话 就给大家讲完了 希望大家呢 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 这是我们整个的第一本书 就是上官的话呢 实际上这样的教程的话 总共是有大约16套左右吧 16套左右 那么这是第一本 就是说是我们最基础的 那么雷克斯的office工具的话 那么就是上官公司的staroffice 上官staroffice的话呢 是地缘的 那它有个开源呢 就是什么呢 openoffice 就是它的开源版本 就是staroffice的开源 openoffice 那么可以打开wall的文档 pvt什么的都可以做 永中office是我见过的 就是说非常非常好 要比openoffice我觉得还要更好的 这样款软件 中国人开发的 那可惜是什么 必然 就是说需要编译的 需要编译的 那么OK 这就是我们的 今天的话讲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Xwindows的使用的这些内容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 因为它呢 你只要是会用windows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我觉得不用 不需要太多的去给大家讲太多了 比如这里面怎么配置啊等等 你如果习惯使用图音界面去配置 那你就做好了 但是呢 我们教的都是文本方式去配置 所以我们通行界面这种配置工具的话 很少很少教 除了是万不得已才会教 所以它呢 你如果喜欢使用它 那你换一种 Linux 你可能就不会用了 而且呢 你想一下 你在这里面用这个图音界面 给我摄像编译一下 你说等到直径时间 这个图音界面自动打开一个什么窗口 在里面自动签什么东西 这个事情是很少见的 所以它呢 在Linux里面 摄像编译 为什么出现这种 它非交互 自动完成 那不然同性界面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 在真正的生产系统上 同性界面甚至可以不装的 你甚至可以不用装同性界面 那它自动的话就可以什么 就是说运行这些服务 没有问题 就OK了 同性界面也没有 没有关系 所以的话呢 同性界面如果打开 它会占有多少内存呢 我们看一下 TOP命令是个看进程的 对 看进程的 那么看 同性界面打开 你看到排名第一的就是X进程 对 它就占了多少呢 11兆是吧 对 再加上什么HN KDE的这些东西 KDNIT KDE这些东西 咱们的都有100多兆 你的CPU的话 始终还是由它呢 是吧 这样的 你看X占了CPU 是不是最多 对 它累积的CPU时间就这么多了 所以它是最耗费CPU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在Linux的生产系统上 如果而是你已经配置好了 或者说定期的话 有专门人去管理的 很少去打开X温度 所以你要走这个方向就走偏了 就是存天去走的X温度的话走偏了 当然你平时使用的话 你可以用X温度用的非常熟悉 那也非常好的 对吧 对 并不是说大家千万不要学习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生产系统上用它的机会特别少 比如真正的本事当中 不应该包含X温度的知识 除非你就编这个同性界面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Linux里面的112部分 欢迎大家呢 就是说继续听我们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课程 OK 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这就个结束